中国外长王毅出席第七十七届联合国大会 再度出言威胁台湾 只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 台海才能真正迎来十九和平 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行径 都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 趁着站上联合国殿堂 王毅开始讲故 先是颁出开罗宣言 波次坦宣言 最后提及联合国二七五八号决议 是封堵了一中一台空间 甚至还说台澎是被日本偷走的 对此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 中国蓄意错误解释联大第二七五八号决议 与一个中国原则挂钩 是企图作为对台武力挑衅的借口 相关威胁性发言 再度印证中国做贼喊抓贼 他们完全昧于事实 台湾从来都没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承认 他们以前是蒙古共和国的一部分 那是他面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 所摆出来的态度 对于我们而言 中华民国现在我们有自己的人民领土 以及主权 中国处处吃台湾豆腐 不止惹来政坛谴责 也对缓解两岸情势没有帮助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我是喜顾雅外 你订阅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 感谢观看